共产党中常会确定征召 前立委严宽恒出战台中第二选区立委补选 正式征召严宽恒同志 中常会征召 但主角严宽恒却没到场 似乎也凸显现在严霞和蓝颖策略 就是想要冷处理 补选的主轴是用在地的力量 对抗空降对抗政党恶斗 强调在地 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组织 而现在选战热度恐怕不是蓝颖乐见 因为从网络大数据来看 严宽恒的网络声量比起对手林静怡还要高 也因为绿营侧异 像是焦糖哥哥等人不断攻击 提高讨论热度 增加选战热度也是绿营大战略 以台中第二选区来说 严家在地组织绵密 林静怡优势在空战 因此蓝要冷绿要热 也成为这次双方定调战略 也因如此严家拖了16天才确定参战 就了解就是在思考如何应战 严亲谡认为台中的局台北看不懂 因此要大家不要急 另外一个因素也被大家解读 是罢免票开的不漂亮 严家不能再输第二次 大家共同关心中二选区 但是要尊重在地的力量 朱立伦亲自到台中 还把卢秀燕江几成一起走来 给足严家面子 现在蓝绿候选人就定位 选战是冷是热 就看民进党空军 严家陆军交锋对战 TVBS新闻程序罗采薇台北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